系纸厚德里里长在接下这一届的成功狮子会会长的同时 也捐赠里内有六部的轮椅 只要是里民有需要都可以向里办公室来免费借用 系纸厚德里办老人共餐已经连续好几年 狮子会也捐加菜金 就是希望共餐可以有序经营 让老人家多多走出来动一动 而在接下这一届成功狮子会会长的同时 里长陈友亮也第一时间将社会服务拉到里内 捐赠的这六张轮椅提供有需要的里民免费借用 之前在十几年前 我有跟我们的台大医院 他们的回收拿了很多轮椅 让里内来使用 但是现在几乎都不堪使用 那这次刚好担任狮子会的会长 那我就借由我们狮子会的力量 兼额六部轮椅给我们里内所需要的老人家 我们的轮椅其实对我们的长者都很需要的 那就是我们的会长也就是我们的里长做这个捐赠 希望说大家真的有需要 可以来我们的立办公室 来这些共产的地方可以来做一个借用 其实在十几年前 台大医院回收就拿了很多的轮椅提供里内使用 但是时间一久几乎都不堪使用 而这次狮子会爱心捐赠也让里民很感动 捐了六部的轮椅给我们的社区 让我们社区有需要的那个老人家啦 或是不方便的人可以使用 那老人有时候一时跌倒 角受伤就走路比较不方便 所以说基于轮椅他们要一阵子的时间 然后要去买一张轮椅 那很划不来 所以说里长都有用这个让他们辨名 那只要有需要的里民 他们可以到活动中心 或是里办公室我们来租借 我们是借给他的 所以说借给他们来使用 然后就是说用完之后一定要归还 因为这个是属于大家的 不是属于个人的 因为有时候车祸受伤 或是老人家不小心跌倒 难免会有短时间需要轮椅代步 花钱买不划算 用完摆着也浪费 成功时只会捐赠后德里六部轮椅 借用很便明 但是里长也呼吁有借有还 才能让爱心循环利用 九层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